大家好,现在我们四十万元,那我们开始了。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一项目。 欢迎给我们介绍这个Cook这个项目。 这是Cook这个项目的主要项目。 这是Cook Networks Cnode的Review, 这是一个完全特大社区的一个项目。 现在是拖板在Keybass的一个项目。 我来自Dock Cloud,我叫张森的。 这是我的合作者。 大家好,我是来自腾讯的梁豪, 我以前是Cook的脚筋。 今天的话,什么时候? 我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Cook? Cook的话是一组字幕的缩写。 是Cook Networks Result. 它的主要项目的目的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名字吧。 它就是一个K8机群。 你想把Cook Networks去掉。 为什么要去掉呢? 就是我们有试团。 可能是资源不太够啊,或者是一些其他场点。 只关注控制面。 我们并没有关系。 我们要稀释这个运行情况。 所以说我们用这时候, 就想去掉踢板。 我们用一种更简单的方式, 然后去替代Cook Networks。 这是Cook的一个logo。 这是Cook Networks。 所以我们用这个换板。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些基础功能。 简单的介绍一下Cook的两个组成部分。 第一部分呢, 是Cook的一个控制器。 第二部分呢, 是Cook的一个密电工具。 我们首先介绍一下Cook的一个控制器的部分。 我们都知道, 在一个普通的K8S机群里面呢, 通常会需要一系列的控制面的组件。 还有一系列的节点来组成。 那么我们完成一个节点的注册呢, 我们往往就需要去准备一个真实的设备。 在这个设备上面呢, 去启动对应的Cook Networks的进程, 来完成一个节点的注册。 而我们想要去添加一个节点呢, 我们就需要去准备一台真实的设备, 然后去启动对应的Cook Networks进程, 完成一个新节点资源的一个添加。 而我们想要添加多个节点呢, 也是一样的流程。 就是对应的, 需要去准备多台正式设备, 启动多个国内的进程, 来完成多个节点资源的一个设备。 而在我们一些制度上的使用场景下, 比如说我们在想要去对控制面积行测试的那样的场景下, 我们往往是不需要去关注底层容器具体运行的一个情况, 我们可能更加关注的是, 或者从创建到调度的整一个流程。 而且很多情况下, 我们其实是没有足够的资源和节点, 去真正的, 去一个多节点的一个做事, 去启动对应的Cook Networks, 因此呢, Cook是能够满足这样的一个需求。 它是实际上是通过一系列的控制器, 去模拟Cook Networks的一些行为, 来实现了, 地区里面的Node, 和Cook的资源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 同时呢, 它不需要真正的去运行实际的Cook Networks进程, 也不会去挤动真实的Cook Networks的一个游戏。 它只需要通过一个简单的Cook的进程, 就能够去管理集群里面的Node和Pod的这样一个支援。 简单介绍一下Cook控制器的一个实现。 首先呢, 它是通过Pod和Node和Node的一些控制器, 去实现了对Pod和Node的支援的一个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 这样的一个控制器呢, 它就不仅仅能够去模拟从Pod和Node的支援, 从创建到调度到删除的整一个过程。 而且呢, 它能够让我们用户去通过CRD去制定, 呃, 指定Pod和Node的支援处于某种,呃, 呃, 指定的一个状态。 呃, 有了这样的功能的话, 我们其实是很方便的, 能够对集群的一些故障, 进行一些模拟和注入。 Pod的第二大功能呢, 其实是针对CookNet的一个服务端的一个模拟。 我们知道CookNet作为一个服务端, 它其实会有一些, 比如说Matches接口这样子提供一些监控的指标, 我们提供了AXEC, Log, Attach, Pod Forward等等这样的一些容器的一些, 呃, 一些功能。 那么Cook呢, 都能够针对CookNet这些功能进行一个模拟。 那总的来说呢, Cook呢, 是尽可能的去模拟了CookNet这样的一个行为, 而且它不需要太多的资源的开销, 呃, 就能够去实现大规模的CookNet资源, 上面周期的一个模拟。 啊, 特别适用于我们在基础里面, 啊, 正面央测这样的一个场景。 以上呢, 就是Cook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介绍。 嗯, 嗯,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有了CookController这个基础的工具之后, 自然而然, 可能你想到, 嗯, 这基础工具可能要给它封装一下, 因为基础工具, 它可能并不太有点活用, 这时候就有了一个CookController这个工具, 嗯, 我给大家直观的体验一下, 这个CookController这个工具, 它其实是跟Cand有点类似, 大家如果有Cand, 就可以跟Cand, 一样, 也有CookController的一个基础工具, 可以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 可以在两个钟的时间内, 可以把一个基础工具处理好。 嗯, 有一点跟Cand, 一样的是, 它, 重量的基础是没有任何节点的, 你说主动的去往这个基础里, 塞几个节点, 由于, 由于, 节点都是虚拟的, 你可以塞任意你想要的节点基础, 你可以是任意容量, 或者是其他人类属性, 不管是暗号, 还是AIM的架构, 都是可以的。 好, 这里我们再往这个, 再往这个基础, 再往这个基础排库, 是一个Deployment, 大家可以看到, 接地点也是, 不使完的Deployment, 拓累也双减了, 并且被调度, 并且被分, 并且被分裂在这两个节点上, 是这个工具最基础的一个, 嗯,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工具的一个原理, 我们有一个可可可的Ctrl, Ctrlr之后, 在AIM中, 我想到,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 可以把的, 那这边组件的所有啊, 全部呢, 过来跟Ctrlr一起, 把他们在一个机器上, 把他们一起跑起来, 这样子是不是可以达到一种, 模拟一个集群的效果呢? 嗯, 因为是已经成功了, 所以就有这个工具, 它可以, 在一个机器上, 直接去, 把, 我所需的控制面组件的, 二级支援件, 直接拉过来, 然后直接起来, 也就是说, 它的, 一个集群的资源消耗, 其实是非常小的, 资源占用最大的, 其实是APS Server, 像其他的组件, 其实基本上是, 没什么消耗, 对一个空的机器来说的话, 嗯,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 刚刚Runtime, 这个, 参数, 去指定它启动的运行时, 嗯, 刚才说的那种, 直接去拉, 去下载二进制的话, 就是那个, Banary运行时, 大家如果, 大家可以直接去指定, Banary运行时, 你可以在Linux的机器上, 不需要任何容器环境, 你就可以直接, 把一个KPA机群给拉拉起来, 呃, 是一个完全虚拟的KPA机群, 除此之外的话, 这肯定还是支持容器的嘛, 也就是说, 除了, 单纯的二进制之外, 我们还可以去, 直接指定容器的镜像, 呃, 就比如说,呃, 指定一个Docker, 如果是指定Docker的话, 我们会去把, Docker的,呃, 上面的几个所有镜像, 全部拉过来, 然后, 用, 这些Docker镜像, 把它们传成一个机群, 除了Docker之外的话, ContentD的Net, Control, 以及Podman, 这里也是支持的, 也就是说, 你可以是任意的容器环境, 呃, 以后如果有新的容器环境的话, 可能也是会支持的, 有了这个之后的话, 那就有个问题, 就是, 因为我们这是虚拟机群嘛, 你可能跑不了自己的一些Controller, 一些自定义的一些组件, 这时候的话, 我们只能借助Cand嘛, 呃, 所以说就加了一个Cand这个运行室, Cand这个运行室跟之前有一点点不一样, 就是我们会先用Cand去创建一个Cand的机群, 然后再把, 在Cand里面部署我们的这个Cock, 这个Controller, 就这点不一样, 然后的话, 这就是,呃, Cock这个工具最基础的一个, 呃, 所有的能力, 除此之外的话, 呃, 既然是能用任意去组件去起嘛, 我们肯定还是要有一些, 比如说我想指定一个Schedule的它的那个, 呃, Binary的路径啊, 就比如说我们可能自己开发了它的一个Schedule, 我们不想用,呃, 官方标准的, 你可以直接去指定, 或者是去指定它的Image, 如果能指定之后呢, 肯定也有同样的一个, 我们可能不想要Schedule, 我们直接在这个虚拟集群里, 就不启动Schedule, 呃, 不启动Schedule了, 直接我们直接可以IDE, 启动一个Schedule, 连进集群去做一些调试工作, 呃, 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呢, 其实主要就是,呃, 呃, 能做到把,呃, 呃, 可可做到更加的易用吧, 并且的话, 这个工具是完全跨平台的,呃, 呃, 在Mac, Windows, 以及Linux上, 体验基本上是一致的, 除此之外的话, 它还跟Mini Cooper一样, 它集成了Cook Control, 作为它的一个子命令,呃, 呃, Cook Control, 加Cook Control, 这样子一个命令, 直接去操纵,呃, 呃, Cook创建的一个机群, 有了Cook Control之后的话, 它还有个ETCD Control, 也是跟Cook Control有点一样, 你可以用Cook Control, 加上子命令, ETCD Control去, 直接操纵集群中的ETCD, 然后的话, 它还集成了Matrix,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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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我们Matrix集成的是Promicius, 你可以在创建集群的时候, 直接去指定Promicius的端口, 然后的话, 默认启动之后, 会去采集集群里面, 所有的控制面组件的一个Matrix, 然后统一出来, 到Promicius里, 然后你可以对接上自己的Graphana, 可以直接看到这个虚拟的集群里面的一些指标, 然后的话, 还有我们这边集成了Trincy, Trincy我们集成的是, 设计的Ego, Ego的话, 也是跟Promicius一样, 你也可以直接指定一个参数, 去指定它启动的一个端口, 然后的话, 它能把Ego的界面展示出来, 然后呢, 由于现在K8的话, 只有API Server和Kubernetes是集成支持那个Trincy的, 但是我们这边没有Kubernetes, 所以说现在只支持看到API Server的Trincy, 但是在未来的话, 像Schedule啊, 或者是ControllerManage, 他们肯定是会支持Trincy的, 在未来, 你可能做一个资源变动, 你可以非常清楚的, 直接用这种方式去看到这种资源变动的所有的链路, 最后的话, 我们这边还集成了Dashboard, 这边也是集成K8官方的一个Dashboard, 也可以, 也是在创建集群的时候去指定一下参数, 然后在, 可以在你指定的那个端口上去看到, 当前这个Cook集群的一些内置的所有状态, 这就是Cook这个工具, 当前完整的一个功能, 接下来我介绍一下, 我们在什么场景下会用到Kook, 以及我们怎么去使用这个Kook, 我们这里梳理了三大场景, 首先是我们的一个本地开发和问题排查的一个场景, 还有就是我们在开发过程中进行一个测试和CI pipeline集成Kook的一个场景, 最后面就是我们的一个性能测试的场景, 首先介绍一下本地开发以及问题排查, 我们在生产环境中使用KipX, 往往会遇到一些比较棘手非常难以复现的问题, 如果我们直接在生产环境去操作集群的话, 其实风险是非常大的, 而且生产环境的现场一旦被破坏了之后呢, 我们其实很难对它进行一个稳定的测试, 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我们能够在本地去把生产环境的整个数据拿到, 然后直接在本地进行一个问题的排查呢? 其实CookControl呢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支持, 我们可以通过CookControl的一个snapshot的一个命令, 能够把生产环境的数据整个数据做成一个快照, 有这样的快照文件的话, 我们就能够直接在本地用CookControl去快速的搭建一个本地的KBiAS集群, 然后通过CookControl的snapshot的restore的命令呢, 就能够把生产环境的快照导入到我们本地的集群里面。 这样子我们本地呢就能够拥有和生产环境一模一样的数据, 也就能够去稳定的去复现生产环境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往往会对某个问题的组件想要进行一个更深入的, 像代码之类的一个debug, 在Cook这样的场景下也是非常方便能够实现的。 我们只需要在本地打开我们的IDE, 比方说我们发现在排查过程中, 发现调度器的工作不符合预期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IDE上去把我们的调度器提起来, 然后直接连接到我们本地的Cook的集群里面, 就能够实现一个代码的debug。 这样子的话我们既能够去在本地能够稳定的去复现生产环境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也能够去实现在本地直接对生产环境组件的一个排查。 以上就是Cook在本地开发以及我们生产问题排查方面的一个支持。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Cook在测试以及在集成进CI pipeline上的一个情况。 大家都知道,像单元测试,像集成测试和E2E测试, 它成本和速度分别是从低到高,从快到慢。 像E2E测试其实成本是非常高的, 就现在一般的话,现在可以把它E2E测试, 一般都是使用的Cand去创建这个机群。 Cook的话就是作为一个Cand的一个可替代项。 如果你的测试Case,如果完全不关心容器的运行状态, 或者是你完全不关心容器,到底没跑没跑, 你只想知道,你只想要一个容器再跑的一个资源的, 就只想要个容器再跑的一个资源。 这时候就可以直接选Cook。 社区的另外一个框架,E2E的一个测试框架, 它已经直接集成了Cook作为一个Cand的一个可选项。 这边是直接可以使用它的这个框架, 去直接在单元测试里面直接去创建一个Cook集群。 创建完集群之后,这边跟Cand有点不一样的是, 我们需要去主动去创建一个Node。 创建完Node之后,我们同样可能要创建一些自己的Deployment 或者一些CID资源。 然后就可以写一些自己的测试。 然后的话,这边是一个go的一个单元测试。 右边的每一个单元测试Case都会跑一边左边, 这个testman的一个集群的创建和删除的流程。 这个流程如果是用Cand的话, 它其实是有点慢的。 但是这个如果是替换成Cook的话, 它的速度就会非常快。 这样做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go test, 直接去用跑单元测试一样, 就直接去跑集成了Cook的这一个E2E测试。 它是可以使E2E测试变得非常的简单。 这边的话是一个demo, 演示了一下Cook可以去自定义POD的一些行为。 当前Cook的默认的POD行为的话, 它是直接把POD从pending状态, 直接变成running状态。 这边的话, 我们在创建集群的时候, 指定了另外的配置。 这个配置的话, 会给POD增加了一些中间阶段的一些变化。 就比如说, 这边的POD它会有一些容器的初始化状态, 或者一些容器的完成值状态之类的。 这边我们创建了三个不同类型的Walkload, 分别是一个POD有初始化的, 一个是没初始化的, 一个是另外一个是Job。 它们分别有自己一些初始化状态, 完成状态。 就是这个状态, 当前是没有默认是直接从pending到running, 因为可能各家的一些场景, case不一样, 这部分内容是完全可以自己定制的。 也就是说是非常的通用的。 然后的话, 最后一部分就是Performance。 最后一部分是一个集群性能测试的一个使用场景。 我们平常想要对集群做一个压力的性能测试的话, 我们往往会可以通过Core control去快速的去创建大量的节点和POD, 然后去观察一下对我们集群的Scheduler, 或者是Controller Manager, 以及Operator这样的一些Controller组件, 会有怎样的一个影响。 而我们想要去压测API Server或者ETCD这样的核心KBS组件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去通过部署多个Controller, 去模拟大量的Corelet和ABS Server建连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来压测ABS ServerETCD的一个性能。 以上是一个单集群压测的场景。 我们同时也可以用Quark快速的去创建大量的集群, 并且在集群上面去分别部署我们的多集群的控制面组件, 来实现对多集群场景下的一个控制面的一个压测。 下面也是一个简单的demo, 我们看一下就是怎样通过CoreControl快速的去对一个集群进行一个压测。 首先呢也是用CoreControl去快速的一个集群创建。 然后呢通过Scale命令, 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去瞬间去在集群里面创建100个节点。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节点状态, 现在都已经全部已经Ready了。 接下来呢我们也是通过Scale命令去创建2000个POD。 然后POD已经创建完成了。 接下来呢我们去看一下这个POD是否都已经调度成功并且运行起来了。 我们发现POD只有900多个POD是已经成功了。 我们不断地去查看我们POD的一个状态, 然后发现逐渐地有POD被调度成功并且成功运行。 那么最终呢其实它并没有所有的POD都完全已经调度成功并且运行起来。 也是这样的一个场景下我们发现调度器就出现了一些瓶颈。 那么以上呢就是通过Quark control去对集群进行快速的压测的这样的一个demo。 我们发现使用起来是非常方便的。 而在社区呢其实会有非常多的Quark进行一个性能测试的各种各样的使用案例。 更加丰富的案例呢其实在今年的11月份的北美的Quark呢, 会有社区的其他的同学会有两个主要的议题会做详细的介绍。 我们这里就不过得赘述了。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 最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Quark之后的一些roadmap以及一些怎么参与Quark社区。 像QuarkController那个和Quark核心的那个组件的话, 其实它的基本功能已经基本上完善了。 现在主要的roadmap是围绕着QuarkControl这个简音化使用的工具去搭建的。 后面的话基本上就这三个我可能想到的还可以做的一个方向吧。 就是一个Quark的话计划是在后续会支持CPU和memory的使用率的模拟。 这个部分的功能其实是已经实现了, 但是在Metric Server那边的话它可能有一点点改动。 之前我是已经提了, 然后的话等那个改动发布之后, 大概会在Metric 0.7发布之后, Quark会发布对应的版本。 到时候你可以直接使用Quark去模拟Matrix, 然后的话就可以直接模拟CPU和memory的使用率。 到时候就可以直接在Quark里去模拟HPA, 或者是一些基于HPA的调度, 基于CPU和memory使用率的调度, 都是可以直接在Quark里做模拟, 可以重复的无限次的做模拟。 你不需要任何资源, 直接在你的笔记本上。 第二种的话就是GPU的使用率模拟。 GPU的话它现在跟CPU和memory它有点点不一样, 因为它现在还没有被标准化。 所以说CPU的使用率它现在是在Custom Matrix这里面去, 也就是说这部分的话可能支持会比较有点麻烦。 这里的话计划或许也是会支持的, 我也向社区提了一个新项目, 这个新项目可能是单纯做Matrix和External Matrix的一个模拟的一个新项目。 如果这个项目能通过的话, 到时候可能Quark会集成这个新项目去支持, 直接在机群里去模拟这个GPU使用率。 除此之外的话是第三个。 第三个的话就是使Quark和其他Quark Control这个组件和其他的一些可能自己开发的组件集成更加容易。 就比如说可能我们自己开发了一个Web的一个K8的Dashboard, 但是可能这个Dashboard非常简单嘛, 但是我们可能是需要先创建一个Cand, 然后在里面部署Dashboard, 可能你这个Dashboard的所有功能并不能完全的展示, 可能你只能创建一两个节点, 然后你简单展示一下这个界面展示, 只能翻一下列表,简单翻一下, 聊聊几个列表。 如果可以跟Quark Control去集成的话, 你可以发现你的Dashboard, 你可以非常方便的可以在Dashboard中大量的节点, 大量的集群, 大量的资源, 你可以完全的把集群的所有功能都体现出来。 包括你Dashboard的所有能力都是能被使用的, 就比如说Matrix的一些使用率, 你可以自己定一些Matrix使用率的一些曲线。 后续的话这是会支持的, 也就是你可以单纯一个演示的平台, 你就可以做到一些非常动态的一些图表的变化, 或者是大量资源。 大概是这个意思。 最后的话, 如果大家有使用Quark的话, 我非常建议大家可以把自己加到Quark的Adapter列表里面, 也让我知道一下有谁在使用它。 最后的话, 这是Quark的一个项目的仓库地址和它的文档地址。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可以扫码加入一下。 最后的话, 这里是Quark的Slack, 左边是QuarkSlack的地址。 它是在K8的那个仓库下, 然后是一个Quark单独的一个Channel。 右边的话, 是我刚建的一个Quark的微信群, 是一个空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 后续有些其他问题的话, 也可以加这个群里, 然后问我。 今天我们的内容就这么多,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你好, 那个我有三个问题啊, 我作为Kavernal的Maintainer, Kavernal是一个Admission Controller, 所以就其中一部分的Performance Testing, 就不需要关注Pod自己本身运行的情况, 我只需要知道Admission它的这个决定就可以了。 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是, 在roadmap里有没有计划把work变成一个Github Action的一个工具, 就是可以直接安装使用。 其实是有计划的, 甚至这个我其实是直接想像Github那边提, 直接把它做一个内置工具, 你就不需要Admission。 我其实是想往那边提的, 而不是你还要用个Action。 OK, 因为后面Kavernal做Performance Testing, 可能要集成在Github Action上, 所以如果有的话就非常方便。 第二个问题就是, 这个workcontroller自己是支持HA的吗? High Availability? HA的话它是使用K8自己的组件去支持的, Coke这边并没有做HA, 但是我集成了可以把自身的控制面组件。 那假如说我要在安装的时候把work就安装成HA, 是只需要安装多个instance就可以吗? 还是怎么样配置? 你说是HPA是吧? 对。 HPA不需要做任何操作, 默认的, 高版本默认就启动了。 好的, 然后我第三个问题是我在实际使用中的一个问题,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创建了100个quark的node, 然后它其中有一些node是unknode或者是fail了。 我不知道work是不是会自动recover, 或者是我需要人为的介入吗? 变成unknode? 就是有一些node给我显示, 不是ready的那个status。 那可能是上一个版本有点霸, 对我用的是老的版本, 还没有用最新的。 对, 就是这种情况就是Coke没有来得及去维护node的心跳导致的, 后续的话这个问题应该已经修复了, 然后后续应该不会再这种发生了。 OK, 所以在最新的版本里面它会自动恢复是吧, 就不需要。 这个主要还是看配置的, 因为我这边的话是Coke的, Pod的行为和node的行为, 其实都是可以自己定制的。 我这边只是内置了两份默认的配置行为。 这两份默认配置行为的话, 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它都是能用的, 但是可能会有些定制的情况, 或者一些例外的情况, 我也不能预料到。 好的, 感谢。 谢谢。 还有询疑有问题吗? 如果你有问题那就今天的分享就这么多, 谢谢大家。 谢谢。